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岳本省 局势对清朝极为不利 1674年11月 清朝康熙十三年 陕西提督王府城 被康熙派往四川讨伐吴三贵 和他同去的是金热没落 大军禁至凝枪 金陕西凝枪 王府城杀了没落 率不反清 王府城部金免县 金陕西汉中免县 致掠阳 金陕西汉中掠阳 向吴三贵表忠心 听从吴三贵的号令 跟着吴三贵混 王府城被吴三贵封为平远大将军 赏二十万两白银 并得到吴三贵派出的北出四川的王平翻部支援 镇守免县的清朝定西大将军 董俄县叛军士塔 经汉中退往西安 镇守汉中的镇西将军 习扑臣也退回西安 至此 汉军占据汉中之地 汉中北一秦岭山脉 南靠大巴山脉 是关中到四川的必经之地 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占据汉中 竟可攻退可守 北山可入关中 西境可置拢游 东处可下南洋盆地 南下可若四川 春秋战国时期 秦属未争汉中之地 打得不可开交 汉高祖刘邦就是在汉中修养生息 而后夺取天下 开创大汉王朝数百年基业 三国时期 蜀国诸葛亮虎心经营汉中之地 只为北伐 奈何实力所限 未能成功 清军不战 而弃汉中 将如此重要的战略要递送给汉军 实属严重的错误 不但湖广 这干地区 面临无三位 耿京中等势力的威胁 在西面战线 又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威胁 如此三面受敌 对立足未婉的清朝来说 搞不好就是致命的 王府陈继续北上攻秦州 平梁 兰州 秦阳等地 后至隆南 隆西和山北的大量城池 其路线和当年诸葛亮北伐先渠楼游 再图关中的路线基本一致 若和汉中的王平帆布两面夹击 西安威在旦西 整个关中之地都及即可 威 届时整个西北地区将被汉军所掌控 然后若三帆北上 东出关中侧影 康熙很有可能会被赶回老家 哪来的回哪去 幸亏康熙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在形势变得更糟之前 1675年调整的评判策略 征调各路大军和姬王府陈 董俄军和阿密达军攻秦州 平梁 调遣驻军张业的张勇 甘肃提兜 五威的孙斯克总兵 王进宝 西宁总兵 陈福宁下总兵等多路齐发 进攻兰州 隆西 河州等地 派平易将军毕立刻图从大同南下攻陕北 基本上陕甘宁建一带能操的 并都用上了 对王府陈形成战略包围 清军如此兴事动众 吴三贵当然也不甘寂寞 派王平凡和吴志茂公秦州增允王府陈 王府陈在短时间内能拿下这多城池 和其名气和实力有很大关系 王府陈本人战略报表 人称马耀子 因和吕布画像酷似 也被人称为活吕布 王府陈不但长得像 吕布 也有吕布的勇猛 打仗的时候经常骑着黄马 一身白袍 乱军之中时进时出 莫不能打 王府陈当年追随江湘返京的时候 善阿纪格的八戚精锐都胆寒 多耳滚心争也搞不定他 王府陈后来将京 连京城里的满人若是谁说认识他 都不有面子 王府陈被红城仇举荐 做了总兵 吴三贵极力拉拢王府陈 将他弄到自己身边做总兵 后来去缅甸抓南明永利帝朱油郎 也带着王府陈 吴三贵对王府陈非常看重 但是王的品性和吕布也非常像 个人利益智商 首属两端 谁给的好处多跟谁跑 因和吴三贵子之闹了矛盾 就花钱找关系离开吴三贵去当了甘肃提督 吴三贵反叛之初 派人送信请他一起局势 结果 王府陈立马就向康熙告密领赏 领兵讨伐吴三贵的半路上 因和没落的八旗营 因两想问题发生矛盾 然后就反了 可见 王府陈这个人 其实是有勇无谋 见利妄议的 都康熙尽管这样 各路清军合计平良半年多 却一直没能攻下来 康熙只好又从京师派土海率军持援 并截至陕甘营朱军 1676年 在土海恩威病失下 王府陈再度降清 后来为保全亲人而畏罪自杀 清廷调动各路大军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才平定王府陈的叛乱 虽然代价不小 但是对清廷的意义是重大的 收复闪甘之地 避免了三面受敌 可以腾出手来 专心对付吴三贵等方王的反叛 扭转了三番之乱的整个战局形势 更多历史地理文章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地图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